香港馬拉松在早上舉行 超過7萬人參加,歷來罪大 賽事首次提早去到1月舉行 大會說天氣冷些、容易跑些、少了人抽筋 不過仍然有40個參賽者不惜送院 其中2個24歲及49歲男人情況危殆 分別在東區及人際醫院留意 先由陳耀忠報道跑手不惜的情況 10公里的賽事,天微光就開始 照早氣溫大概17、18度 濕度達到84% 其中24歲姓吳的跑手是第一次參加10公里賽事 8點多跑到告士打渡油站對開時暈倒 要送去律敦寺醫院救治 救護員為她進行心外壓 她面部亦受傷,之後轉送去東區醫院 親友及田徑總會的職員去到醫院探她 有朋友說她平時都有跑開步 另一個半馬的跑手 在西瑞九龍入口近收費亭 不知土地,一度失去知覺 醫療輔助隊為她進行心外壓 再送去伊利西派醫院 也有跑手捱不到她終點 在營和街已經暈倒 被外地跑手形容為魔鬼賽道 參賽者跑到最熟悉的地方 往往都是又長又斜的西瑞香港出口 跑得怎樣? 差? 沒有 抽筋 很累 我未練過 你不趕著 比較潮濕,跑得很辛苦 潮濕比較辛苦 對,汗在身上黏著 跑馬拉松最講求耐力 不過跑了大半又要上車 肌肉都未必夠力 不少跑手就當石膊是她的好幫手 可以舒展一下肌肉,拉一下筋 繼續賽事 今年全馬和半馬最後一公里 改跑軒尼斯道 有跑手說這條路寬一點 容易跑一點 不錯,拉直了 很好跑 氣氛好,正 一流 大會說八成多人都滿意新的賽道 希望明年可以繼續這個安排 又說第一次改在一月比賽 天氣冷一點,更加容易跑 雖然有千多人抽筋或者要包紮 但人數都比去年少 有線電視記者一層要忠勃 兩個危坦的跑手 其中一個人只有24歲 有心臟科醫生表示 年輕人有時不可能太自信 沒有足夠訓練就跑 另一個情況 是可能本身有忍實 跑步的時候誘發心臟病 年輕人會否有心臟病 都不可以完全排除 雖然他們出現心血管的毛病 機會是小一點 但也有些家族性遺傳的心律不整 尤其影響心室的心律不整 都會令到他跑步的時候 誘發了心律不整 而有危險 如果年輕人有家族死 例如有些年輕人突然出死 都要留意 跟往年一樣 不少馬拉松參賽者都其裝二服 造型百出 今年更有人就正改表達訴求 賽道上不時都看到點點的黃色 由許明進說 起步禮由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 和警務署長曾偉雄主禮 曾偉雄主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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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雄都現身 不是救人 他們都要做運動 跑步 他還穿梭時空離開 好熱 好熱 這樣都行 你猜超人嗎 咦 他又真的 有正義感 有正能力 希望楊連和諧一點 人人期望可達到 就算不是自己下場跑 旁邊看的觀眾 一樣是落足力 打狼打背 幫選手打氣 今年賽事更多了的特色 就是這隻鮮黃色 最重要的 我這麼想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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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準備定幾千張標語 派給人 加油 加油 一邊跑一邊拿著 不累的嗎 跑幾個全馬都不夠真普選難 梁特首 希望我們聽聽民意 民主這件事 其實是很長遠的路 所以 如果他們在中間 已經被一些東西吸引了 就像我們跑步一樣 中間見到一公里 停了一邊拍照 影相片就走 這樣東西是不會達到的 有線電視機 馬上去明進報道